金毛狗狗要怎么去画呢?水菜教程来啦 首先整个画面铺水打湿 趁湿先把眼睛、嘴巴、爪子底部的阴影画出来 区分一下画面的颜色、冷卵关系 阴影偏冷,我这里用的是蓝灰色、蓝紫灰色 再用较淡的软黄色画出头部、耳朵、手臂的固有色 画的同时一定要流出最亮的区域 背部靠后用红紫灰色加深 这样画面的色彩会更加丰富一些 后面内容叫场楼先点个赞和收场不迷路呀 再用较深的黄棕色加深耳朵深色毛发 注意画面的整体大关系 前期上色尽量用大的色块方式去概括 不能画得太琐碎啦 眼眶周围的深色阴影加深 上下眼皮加重 眼珠先用紫灰色扑底色 瞳孔最重用最深的颜色加出来 也要孤度一下瞳孔的边缘线 避免卡得太生硬了 左侧的眼睛画法也是一样哦 鼻头先用浅蓝灰打底 在湿的状态去加重鼻孔 嘴巴两边按部加深 顺便把嘴缝、下爬 与地面之间的阴影卡中一点 两个爪子指头按部用较深的红指挥色加重 指头之间的间隙加深 爪子在地面上的投影影要补上 画面干脱之后用枯笔 把耳朵上的毛发小清晰一点 细笔勾出细发丝 最后把眼珠以及鼻头的高光点上 再用白色提及笔亮发丝 就更加有层次感了 画背景先刷水打湿 水分可以刷到狗狗身上 用电蓝色加一点珠红 再加蓝色调和加深 注意深浅变化 左侧较浅右侧深一些 同时也要注意背景与身体的衔接 避免颜色跑到狗狗身上了 最后往深色背景撒现白色点点 点着一下画面完成 关注我轻松学习水彩动物